看到这个街大使旁边右边的画面 在我们中间的画面 可以看到这个铜框的画面已经出现了 有没有 旁边这个大批的这个记者围绕 大家都在捕捉这个镜头 我想这个对于侯友宜来讲 今天应该是 今天应该也会是蛮谨慎吧 希望他做好准备 因为他的这个讲的每一句话 他的每个动作 待会眼神有没有交汇到 椅子离多远 他有没有一直挪椅子 应该都会成为放大的一个焦点 对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 最大的危机 我觉得现在走到一个危机 看起来是比较危险 对国民党 最大最大的危机 应该还是郭台铭的危机 因为郭台铭他是自己要参选 如果要参选的话 那真的就是一定要 把这个本来国民党 已经被分出去的票 又要再分出去 对所以这个真正的危机 我觉得应该就是说 是今天那个中常委的那个问题 这个中常委是在党中间 这个是党的问题了 对 对那现在这个是竞选办公室 跟这些反对的声音的问题 我觉得还算是其次 只是他新闻性比较强 因为双方用的用语 比较辛辣一点 那提出来主张表 可是真正会动摇 现在选举的 基本的这个格局的 是郭台铭的动向 那郭台铭现在这个 这一次到底这些 所谓的勇猴 勇郭派 挺郭派的中常委 这个动作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一早上我就看报纸说 有八位 这个挺郭派的中常委 要在今天的中常会提案 那意思就是说 要去追查 这个提名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在5月17号 这个提名的过程 而且提出一个新的 一个怎么讲呢 一个新的 一个怎么讲呢 提名的方法 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就是 等于说推翻 现在侯有为 已被提名的这个案子 我觉得这个是最严重 那现在必须 国民党必须要考虑一点 也就是说 今天他在国民党体制内 在中常会体制内 来怎么样 来推翻 这个现在党已经 国民党已经做出了成案 如果说没有成功 是不是郭台铭就不需要 这个问题我们要思考 郭台铭现在是 现在他还在党里面 对不对 他有他这个势力嘛 这些中常委都是他的挺郭派嘛 那他现在党里面 先来试试看翻案 那如果说党里面 下次又被劝退了 再又劝退 对啊 这是一个好问题 原来过去自毁承诺 有过潜力嘛 我觉得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你党里面挡住他以后 他就说你看党根本都不愿意接受我的意见 我们有这些声音都没有办法表达 我试着想要在党里面 来扭转一下局势 让我的意见被党里面采纳 结果党里面都不采纳 那他就给他自己的将来的所谓的脱党参选 他现在当然还没有党籍了 那他出来的这个自毁自己做的这种承诺 出来参选 这个他就找到一个怎么样 找到一个着力点 找到一个着力点 那不过现在我们觉得党里面 这些整个不同的声音 应该要有比较大的一种 对 谢谢大使你看 我们中间是来自台东的一个最新画面 今天这个各家媒体 大家这个高度瞩目 因为这两个人虽然同荒 但是中间隔着四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安排 中间隔着四个人 但无论如何 这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一个现场 好 那当然这个现在还在发生当中 我们还不知道双方说了什么 但是看到我们看到郭台铭 现在在跟这个旁边的人敬酒 侯友宜当然今天他应该是有备而来 在上次跟韩国瑜互动的时候 被大家放大镜琢磨 所以今天晚上 当然蓝军最希望的 就是说能够有一个郭台铭守住承诺 支持侯友宜 不过当然是很困难了 所以这个画面我们会继续放在中间 好不好 再次跟大家强调 今天在我们画面中间 这是一个来自现场的最新画面 一个最新画面 我们持续关注